请各位有时间就自己再稍微练习一下 反正主要是针对 CSV、JASM 跟 XM 反正你要挑你自己有兴趣的相关的档案 然后试着去抓取 抓取完之后的话 YV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它看存档成 CSV 或者存档成 ESL 然后呢 如果需要画绘制图 有没有 将那个折线图之间有讲 你也可以把它带进来 那相关的范例呢 其实云南表演上面都有 尽量回去的话 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因为像我们像这样的课程 我是觉得实作部分还是比起理论 我觉得实作还是相对的比较重要 因为你懂跟会做 我觉得是两回事 很多人都很懂 但是做不出来 那说真的其实好像也不见得是会了 所以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实作 那相关的程式呢 在 0601里面 那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 云端白板里面的 0604 0604这个单元 0604里面的话呢 主要就是跟各位讲说 如果我今天遇到一个网页 那基本上一个网页 它最简单的架构 当然我想当然农园应该都有学过相关的网页 至少应该没有做过 应该也至少知道那个 应该开过网页吧 OK 那网页实际上 当然一般我们在浏览器看到都是 都是结果 可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标签 像那个TAG 那除了TAG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啦 比如说你要样式嘛 然后你还要一些 前端的程式像JavaScript 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要扒取资料的话 如果你对这些东西 不了解 那你可能就会抓不到你要的资料 OK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按部 那我会先 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网页可以比较容易抓取 然后再慢慢 找一些相对复杂的网页 也就是以后 至少你的资料来源如果是网页的话 你就不需要图法链钢 每天都C、C、C、V 在那边复制贴上 OK 至少你可以自动去扒取你需要的资料 扒取下来应该存档 存档怎么存 你还是一样可以存成CSV 也可以存成Excel OK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其中呢 我从第一次上课有跟各位提到 这边有几个连结 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那如果你也可以去找坊间的书籍 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或者是说从基础开始学 所以 比如说HTML 它的结构那些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标签 什么叫标签 其实这边讲的蛮清楚的 一个头一个尾 所以呢 以后你要看 你要抓 所以以后我们爬虫要爬什么 其实说爬 标签里面的资料 那里面的资料 就是点VALUE 或者点TEST OK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抓回来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可以知道我的标签在哪里 我的头 我的尾 然后中间的资料怎么爬下来 如果你找得到 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爬到你要的资料 因为其实一个网页 你要抓不是全部啦 你要抓是你要的那个部分 OK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你要的那个部分资料抓下来 那怎么做 我想 至少你要了解什么叫标签 如果你对标签完全不了解的话 那当然会是个问题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网页的原始码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当然不建议你从头自己慢慢爬到尾 因为你会发现 只要你按滑鼠右键 每一个网页呢 都会有一个检视原始码 那你打开这个原始码 你会发现 哇不得了 有没有 他的原始码 你前面看到是长这样 你看得懂 你是很舒服的 可以观看里面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按一下网鼠右键 检视原始码 你会发现 哇不得了了 这东西有 如果你假设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 我看到这头都晕了 但是如果你假设 早期我们在找资料 还是配得也都要看原始码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这实在是太不人道 为什么 因为这以前工程师会 工作不愉快 因为就是用错方法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会想一些方法 可不可以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 一直在爬这些原始码 那以前教我们的老师都跟我讲说 你就是按右键检视原始码 从头看到尾 你要看到关键的东西 如果你看不到关键东西 表示你功力不够 那我看到最后我发现 看完之后 我可能会白内障加深吧 可能提早眼睛会老化 所以有的时候 我后来 都不太用这个方法在找 我会用另外一些方法 另外一些方法 我待会讲 怎么样的方法 比较容易找到你要的资料在什么位置 把它爬回来就OK了 所以尽量想一些比较简单的 OK 所以应该也至少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 越懒的方法越好 对 记越少的东西越好 这样课程比较相对是比较成功的 毕竟因为大部分同学 白天上班已经很辛苦了 晚上还要来这边学这么硬的东西 当然大部分同学一定不能接受 所以 尽可能我有些东西都已经放在上面了 你只要照着我的那个步骤练习 那钱人一定要记得回去找时间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0604 我这边有两个连结 一个连结是 HTML基础 这个部分的话你点击 里面应该就有个电子书了 那请各位回去 尤其是 你对于网页设计 没有基础的同学 一定还是请各位自己再把它看完 OK 如果你已经对网页编辑蛮熟悉的 好像之前有同学说 是这方面的工程师或设计师 那没问题吧 就不用看了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再会把它看一下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还有个连结 这个连结就是W3School 这个连结里面东西就比较硬了 因为它等于是说 网页上面所有技术 包含 前端包含后端包含资料库 这边全部都有了 当然 如果你比较在行 你可以挑自己比较兴趣的 里面可以找一些东西去聊 其中那个有HTML HTML 这个你可以先看 HTML里面有哪些元素 这边其实都有 HTML减 这个广告 OK 把它关掉 那这边其实都有了 它的实力这边也有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切到哪里呢 其实如果你要变一个网页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HTML 这个W3Squad 你可以点开来 这边其实就有HTML W3Squad 这边就有HTML教程 有没有 这个跟我们爬虫比较有关系 那里面的话呢 它会从HTML 到HTML5 你想说HTML HTML5是什么 5的话是第五代 也就是HTML是最早的 初期的版本 跟HTML5的版本 那大家有没有差异 有差异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学的话 你干脆就点HTML5好了 那底下是什么 XHTML 这个其实跟那个 XML有点 有点接近 但是两个方向不同 XHTML是延伸HTML的 XML是延伸HTML的标签的概念 所产生的一个档案格式 所以又不太一样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CSS CSS3是 CSS第三代 OK 然后还有什么boot3 这个boot3的话 就JavaScript的一个 框架 OK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再稍微自己看一下 可以稍微看一下HTML5 OK 然后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简介 那比如说呢 HTML它的基本架构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甚至你可以 把这个 里面点开来 其他那里的相关的sample 你也可以 自己 自己再稍微 把这里面的相关的那个 一些练习把它点开来 这个我想自己要花时间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 取底下的这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利用那个Beautiful Soup做爬虫的基础 那请各位看一下 底下的话 这边 有一个 这个是网页里面的画面 那它的原始码就长这样 所以如果今天假设了 我今天第一件事情 我要利用这个原始码 里面的话 就是显示Hello World 1到3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 以下的这一段 程式 在第二页里面 把它变成一个网页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一段 就是从HTML 标签开头 到HTML标签结束这一段 Ctrl C 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 那你想说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网页 很简单 就是开启记事本 把记事本打开之后贴上去 记事本应该找得到 然后另存新档一下 存档的时候很简单 如果你要存一个网页 网页的结构 基本上 就是从HTML开始 HTML结束 这个应该没问题 它有一个head head的话是上面的那个 标筒的部分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 编码方式 它的title是什么 然后body的话就它 浏览器中间的部分 OK 然后里面假设我放了 三个段落 段落的话一定是P开头 然后P结束 所以有三个段落 有Hello World的123 那比如说把它存档 存在桌面好了 名称也许 取一个叫HTML HTML01好了 然后副档名的话 记得一定要加 连HTML 然后呢 把存档类型改成什么 所有档案 不要用 TST 如果你存成TST 到时候 它就变文字档 不对 对所以存档 那你把它存档之后的话 有没有存过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产生一个网页了 网页的话呢 就在桌面上 这边有一个HTML的一个网页 我桌面太乱了 然后呢 找到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 它会 它就会是 一个网页的形态 OK 我把它用另外一个方法 看用 用开启 OK 所以请各位先存档一下 存档之后 我们再把它开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基本的网页 网页的话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里面的话 它就没有原石 它没有原石把它显示在上面 而会显示 就是这个段落 有没有 所以里面的标签 就会消失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练习 如果今天 我要在Python里面 爬取 这里面的 Hello World 123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爬取 资料 也就是说 有点像 那个 XML 我是利用那个 Elementry 里面的Path方法 去把我要的标签 资料 爬出来 但是呢 如果在 网页里面的话 那我要用 什么方法 来 爬取资料最简单 我们是说最简单的方法 OK 待会跟各位讲 哪个方法最简单 怎么去快速的 爬取我要的资料的位置 OK 我来试一下 哦 我来试一下哦 我来试一下哦 Sami 先 咱们 咱们 得